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又有這個時空旅行者 西班牙有一名網友聲稱 日前自己一覺睡醒發現自己穿越了時空 去了2027年 同時提供了多則所謂來自未來的影像作為證明 真是這次有圖有真相 透露人類將會在六年內完全消失 而自己成為唯一的倖存者 嘩,這麼厲害啊,你是唯一倖存者 引發大批網民熱烈討論 相片中影響到連平日很多人的地鐵站都沒有 根據英國的媒體每日聲報的報道 就說這個人叫做哈維爾 他就把他這個TikTok的帳號 就鋪了出來 意思呢,他那個TikTok的帳號就是寫著唯一的倖存者 上個月的13號就開始在平台那裡 就是分享了多則的影片 他就說,表示自己剛剛睡醒的時候 發現自己身處了在這個2027年的西班牙 喂,我覺得好耳流咯,你放TikTok我還要 你放YouTube都說好些 你放TikTok我真的覺得可信性真的差一點 就說,在這個2027年的西班牙 短短六年裡面,人類已經是絕了種 那些服飾店裡面,雖然有很多商品 但是一個人都沒有 街道上隨處都可以見到一些荒廢建築物 荒廢了的公共設施 譬如公園那些 就連燈火通明 平時很多人的地鐵站、教堂等等的地方 都極為冷清 這個哈維爾這幾條所謂獨自行傳的影片 就是吸引了大約有130名的粉絲討論 不過,也有很多人質疑 如果人類真的絕了種的話 那你那些相片裡面 那些東西是怎樣使用電力 以及你又怎樣用網絡去分享呢? 實際上,過去也是曾經有一個 自稱是來自未來的信使的一個網友 就是做出很多推測 包括美國國會 將會是否決2020年的大選結果 並且是由眾議院長貝諾西成為總統等等 但事實上就是被拜登贏了 證明這個人是夠說的 這些都是講來開心一下 不過是挺有趣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都挺有趣的 其實我很喜歡看這些新聞 雖然我知道很流 但是很過癮 所以有時候做人真的很矛盾 你明知那些東西是假的 或者你覺得它是假 但是你又覺得很過癮 那都講一下自己的東西 我們講這些東西 先不要理會它真是假 即使我覺得它是假的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挺有趣的 我覺得它這個設想是挺有趣的 不過我覺得2027年有些太近了 因為現在都2021了 6年後真的有些近了 你反正都驗證不到 如果比我當然是趨大一點 你說2047 你感覺上好像給多些時間發展 你現在6年時間 人類就絕種了 屌你老母好想闖絕 明明我屌你老母 剛才才打完飛機 你現在跟我說絕種 行不行 還有我覺得這些情節 如果拿來出漫畫 或者改造小說應該會挺正的 我看它這個故事 我回想起以前 看過一本小說 我坐牢的時候看的 叫做什麼 那夜凌晨 我坐上去 不知道什麼東西 紅van 好像後來拍了一部電影 不過那本東西 它有上下集的 我覺得上集是很好看的 但是下集我就有點怪 覺得不太會欣賞 就不太喜歡 那講開 改這些奇怪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 除了講這些什麼 未來人 世界末日之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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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拿那些什麼 腎上線素熊 那些戀童的東西 來改 可能會更好 因為一來我覺得 這些故事可以幫到你思考 二來 你可以透過這些作品 是令到更加多人關注 其實很多人是搞小朋友 關於搞小朋友 這個問題是鬆不了的 現在在TG Group那裡 現在有很多不同的TG Group 或者TG多了很多東西看 可以看到一些 以前在暗網才看到的資訊 看到很多關於 搞小朋友 腎上線素熊的東西 雖然很多 我都覺得是 傳聞 都不會說有些很確切的證據 但有些東西 你真的想不想明白 你想到想不想明白 為什麼教廷那邊 又會經常有那些 搞小朋友的新聞傳出來 為什麼你美國的政壇 又經常有這些傳聞 然後你荷里活又有相關的傳聞 甚至乎有些是涉及到一些邪教的儀式 連華爾街那邊都有這些傳聞 你老母真是巧合嗎 一次又巧合 兩次又巧合 你這麼多巧合 六合彩又不見 更傻悉嗎 你整件事很鬼 感覺上 然後你會看到 無論是拜登的兒子那些相片 還是愛泊斯坦在監獄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死了 你會看到 你老母好像有這些問題 還有你愛泊斯坦那裡 真是很奇怪的 即是他Netflix 我現在 我忘記是不是在Netflix看的 即是他有出紀錄片的 我有時候看完些 都不記得在哪裡看 我憑記憶 我好像是在Netflix看的 就是關於愛泊斯坦的紀錄片 即是他裡面說的那些東西 是很奇怪 大家找來看一下 即是你會見到 屌里路無仇 是為什麼好像 判得有點輕 就是這些東西 不過好像有點離題 總之除了世界末日之外 除了什麼世界末日 未來人這些題材之外 我自己最有興趣就是 關於這個 腎上腺素熊相關的故事 涉及到一些戀童的東西 我沉氣一點點 因為我怕有些網友 不知道什麼是腎上腺素熊 腎上腺素熊就是一個 大家當是一個陰謀論 當故事聽 都是那句 不要當是真 當故事 當一個故事 聽了 只有一個知字 即是你不用信 只有一個知字 只有一個知字 陰謀論就是 在美國 有一些政界的高層 很喜歡搞搞小蚊子 搞小蚊子的目的 除了滿足自己的性慾 欲望之外 就是希望透過令到小朋友恐懼 而得到這個 腎上腺素熊 因為根據這個陰謀論所講 小朋友在恐懼的時候 就會是產生這種叫做 腎上腺素熊的物質 而根據傳聞所講 這種物質是能夠令到他們是青春常住的 而我看過一些文章 講到最恐怖的就是 有人為了得到這種物質 會生湯小朋友 很瘋的 而腎上腎素熊 根據我的理解 他應該是一種代號 就不是真的學名是這個 應該是代號 我其實希望這些東西是假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有種感覺 我可能是覺得是真的 因為你這些文章 我看很多 有些就是英文 然後我用自己的方法 把它翻譯成中文來看 很辛苦看得很吃力 有些就是台灣人寫的 你會見到他們寫出來的那種細節 你不是那麼容易揪作出來的 你一篇就揪作而已 你很多篇就不是揪作的了 對 今集有些離題 講一講一下 為什麼會講了上太空 講了上什麼 腎上腎素熊 對 我有時候會這樣離題 真是沒有意思 各位網友 嘩 講了九分鐘 你老母 那差不多了 有緣再講 這些東西 大家都是當故事聽 聽完就算了 這些 有興趣可以Google一下 腎上腎素熊 不應該還Google到的 之前講這個怪獸公司 那裏都是跟大家提過一下這件事 差不多了 今天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那就可以訂閱回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就是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